在颱風過後 我們還是要持續對您來追蹤我們的天后狀況 因為今天稍早從陽明山到山下金山萬里三之一帶 都下起了大雨 而且有很多的地方都出現了淹水的情形 一開始我們要帶 請玉璇來帶我們看看 泥水順著道路不斷往下沖 水裡頭還有各種大大小小的盆栽以及箱子 全都被強盡水勢帶著走 民眾似乎想阻擋 但也自知抵擋不了水流 只好無奈的走回室內 這裡是陽明山上陽金公路一帶 雖然山陀兒颱風警報已經解除 但陽明山到山下的三隻金山萬里一帶 今天午後下起大雨 甚至多處都傳出了淹水災情 有民眾PO文表示 他的家人下班了卻下不了山 就是因為眼前這個景象 而目前當地雨還在下 淹水情況暫時還沒緩解 另外盡頭來到山下 三隻的民主公王公 一旁的河川 在午後大雨下不停的情況下 已經漲潮快溢出水面 水流相當湍急 看了令人觸目惊心 另外還有金山的五湖裡一帶 同樣是在大雨過後 地瓦地區出現多處嚴重淹水的情形 提醒當地民眾要多加留意自身安全 另外我們手邊有個最近消息 來自野流裡的東澳 傳出有擋土牆崩塌的消息 有民眾還因此被壓住 我們趕快來聽一下莫及民眾的說法 來清就對了啦 他的土 因為他...他...他上面... 土床... 是都...他都這樣撞到的 撞到現在...他去清的時候滅落了 整個... 好 這位募集民眾說呢 是因為住戶在清水溝的時候 擋土牆突然間 可能因為雨勢的關係位移 所以呢 才造成民眾被壓傷 所以呢 第一時間就趕快通報警方 目前得知呢 民眾持續受困 退步可能有受傷 稍後如果有最近消息 我們持續帶您來更新 另外一地我們要帶你到基隆的新風街 來看看發生了大規模的走山 因此呢 現場是已經出動了大型機具 到現場開挖搶修 預估呢 有超過50輛的機車被埋在裡頭 伊萱帶我們來看 好 主播 帶你來關心基隆新風街 這邊的搶修進行度 那記者現在目前所在位置呢 就在這條街道上面 可以看到呢 這邊有好幾台的大型機具 包括怪手 還有這個大型的車 要來把這些挖開的這個土石給載走 而據了解呢 這一起坍塌意外呢 就發生在今天清晨五六點左右 那也嚇壞了附近的居民 根據我們掌握呢 我們稍早前也有出動這個空拍機 來看整個走山的狀況 而我們也掌握到最近數字 根據這個剛才公務局是表示說呢 整個走山的坍塌面積呢 大約是700平方公尺 那影響的路段範圍呢 大概是80公尺左右 那底下呢 就有差不多 超過50台的機車被埋在裡面 所以呢 他們現在就要趕快 來把這些土石來進行開挖 要來把這些機車給搶救出來喔 而這條路段呢 為什麼會這麼重要呢 也影響到一些上班族的通行 那就是因為呢 這條路段 它是附近有許多的社區大樓 那另外呢 它這邊同時也是通到台溜的甲線 通往高速公路的重要幹道 因此呢 今天基隆呢 正常上班上課 也是有影響到不同的上班族來出門上班 那也有人呢 是在多請假一天的喔 而據了解呢 今天早上呢 基隆市長謝國良 還有公務局呢 也有來到現場來進行看災 那預計呢 在今天下午的時候 就會來完成這個單向的車道通行 不過呢 現場其實可以看到呢 這個雨呢 是不間斷的下下來喔 所以呢 會不會影響到這個救災呢 還要再繼續的觀察 那影響越來自想最新主播 好 同樣也在基隆 接下來我們要帶您到越梅路 來看看受到大雨沖刷的緣故 所以呢 導致土石流 整片的柏油路變得光凸凸的一片 我們請心意帶我們來看 好 主播 目前記者所在的位置 是在基隆越梅路的東旋宮前面 可以看到呢 今天宮廟沒有開很大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我背後這一條原本的通行道路 現在是因為受到了土石流的影響 因此整個道路是被中斷的 可以看到呢 原本這條路 原本是一個柏油路 但是昨天卻因為受到了這個山土的颱風影響 導致說大量的泥土以及石塊是往下沖刷 導致說目前整個山坡地呢 是變成凸的一塊 甚至還有很多的樹啊 或者石塊都是往下沖的 而且每個石頭的大小 其實都比成人的手掌還要大 而這些泥土呢 也已經阻擋到了後面的道路通行 也因為說這個泥土呢 其實已經衝斷了下游的一個道路 原本這個道路呢 上面還有一個橋樑 那個橋樑是當地民眾他們唯一可以通行的路 但是卻因為這個橋樑被衝斷了 導致說呢 這個地方就沒有辦法對位來交通 除非你要走這個很陡的樓梯往下走 那麼除了這個地方有土石流發生之外呢 其實還有一部黃色轎車原本停在下面 也是因為受到土石流沖刷 導致說整個車子都是被這個木 這個樹頭 這個樹木給壓住的 因此整輛車可能都要報廢 那因為這邊這個範圍是非常的大 因此什麼時候才可以恢復呢 目前還是一個未知數 那麼以上就是目前的追星情形 先把時間盡頭 召喚棚內 好 接著同樣也在基隆 我們要帶您到的是環保局清潔大樓的後方 現在也發生了山崩的情況 就不只沖垮了擺放環保機具的鐵皮倉庫 甚至還有大概十輛的清潔車還有公務車 因為呢 土石滑落的緣故而遭到掩埋 而這樣子的災情還波及到了一旁的民宅 甚至還導致有懸空的情形出現 目前的環保局已經通知了相關單位 要到場勘察鑑定 這超級大 超級大 重回現場 柏油路跟山坡地出現明顯交界 好幾根鋼筋插出裸露在外 震撼空拍畫面直擊 原本土黃色的地方有鋪上柏油 承受不住雨水沖刷 整片滑落 員工針對前輪懸在半空的消毒 灑水車 緊急拖掉搶救 大批人力只救得到這輛 因為其他約十輛清潔車 公務車都已經跌落山坡 三號下午猛烈雨勢狂炸基隆 環保局天外天焚化爐清潔大樓旁邊坡 出現大規模山峰 幸好無人受困 目前勘災的情形就是說 它是一個填方邊坡的一個滑動 圓弧形的一個滑動破壞 第一階段我們先讓我們的同仁撤離 不要再進入清潔大樓 那我們現在也啟動相關的一地辦公 一旁民宅也出現部分懸空 環保局已經協調都發處 公務處等計事進行相關結構鑑定 防止災情擴大 三立新聞綜合報導 你剛剛看到前面有來自很多基隆的畫面 其實基隆從昨天晚間八點開始 就災情不斷 就是因為受到山陀兒颱風的影響 甚至還有包括了道路 淹塵的小河土石流 就像你剛剛看到的已經出現了 但是基隆市今天卻是宣布要上班上課 因此有不少的基隆人怨聲載道 甚至有當地的議員就痛批了 說不該放假的時候放假 現在該放的時候卻跟著北北逃 基隆應該要自行式狀況來滾動調整 三號晚上 基隆東光路上大馬路變成滾滾黃河 另一頭 愛三路的地下道 水深即夭 現場碗如小型游泳池 受到山陀兒颱風影響 從前一天晚上八點 基隆宣布四號正常上班上課 災情逐漸傳出 但颱風架政策卻為滾動調整 讓在地居民簡直氣炸了 大批民眾灌爆謝廣良臉書 有人胡探多處土石流 今天上班真的超危險 也有人嘲諷說 為什麼要跟臺北桃園 要市長不要再睡了 甚至還有人說 謝公子真的很想被罷免嗎 基隆在地人這麼氣 不是沒有原因 畢竟二號基隆尚未納入警戒區 都放颱風架了 但現在災情頻傳 卻仍要上班上課 對比受災產重的高頻 四號雖然未達放假標準 卻討糧居民需要收復家園 再訪一天 土石流泥泥的時候 他就先不要正常上班上課 基隆人都怨聲載道 今天早上許多人上班 遲到塞車甚至校車 遲到三十分鐘四十分鐘 都還遲遲沒有來 我們放假的部分 我們還是把雞北北桃 大家一起參考氣象署 在昨天晚上給我們的氣象預報 然後用這些數據 來做一些決定 希望這個國人民眾可以諒解 這個是基隆可以說是 七十八個年來最強降的 單日的雨量 所以造成了很多不便 我們在這裡也跟大家抱歉 並對質疑 謝國良強調 放不放假是依照氣象署 提供的資料來做判斷 但也坦言確實有落差 向基隆市民道歉 但這個對不起 恐怕很難讓市民買單 此前傳眾議員林俊華 劉鳳茨綜合報導 接著我們繼續來關心 在新北市的金山區三界潭地區 現在目前河水暴漲 而且清水溪直接越過了堤防 因此導致陽金公路派出所前面 也淹起水來了 新北金山持續降雨 可怕的泥水涌出路面 幾乎是一個噴泉的等級了 但您看看河川的水有多湍急 由上而下不斷沖刷 根本停不了 令人害怕的是一般道路也全部變成水路 在陽金公路派出所前的道路 根本就看不到了 可以看到有一輛警車卡在路中央 幾乎是動彈不得 這一幕也勾起民眾心中的噩夢 位在相對高處的住家 看著湍急的泥水不斷往下游 沖刷覺得大事不妙 目前基隆市降雨 熱區恐怖的泥水畫面造成住戶恐慌 現在基金公路43K處 激淵水還沒有消退 民眾記得開車的話避開這個路段 而稍早野柳裡東澳附近有一片擋土牆 在下午2點半左右的時候位移崩落 有一位民眾清水溝不幸被壓住 現在緊消也冒風雨在搶救當中